近月一些貼街招黨在各區將鐵門黑街招 以及在鬧市舉起寫滿眾商字句的紙牌作出勒索恐嚇 貼街招黨當中除了本地黑幫、南亞裔和非裔人士更是龐大的兵員 當中不少是提出酷刑聲請流港實質從事非法工作的簡難民 這些貼街招黨行事前會向目標人物恐嚇勒索 如果不就範給錢就會開始貼街招抹黑 至少有幾個本港和澳門富豪受影響 據了解涉嫌在指揮行動的人就是他 今年9月底曾經有本港富豪被商業對手僱用 以上海仔為首的貼街招黨在銅鑼灣、旺角等地區貼街招唱稅 部分街招更夾住100元紙幣派發一度惹起屠人風場 在去年3月和上個月也有一個澳門賭業富豪被人先後在上環港澳碼頭附近 和中區一間五星級酒店外貼大字報抹黑欠債不還 事主雖然報警但由於擔心影響生意最終只有就範 向恐嚇的一方支付巨款了事 另外有指上海仔欠下本港富豪巨款但不還錢 還惡人先告狀勒索富豪不可追討欠款 不可報警否則會貼街招 更有本港富豪自爆被偷去巨款 半年前收到上海仔短訊恐嚇 說不可追款和報案否則會貼街招抹黑 不過那個富豪說已經報警 更揚言歡迎他貼 由於貼街招黨因為成本低 一旦被捕又難入重罪 最多只能夠告亂拋垃圾或誹謗 所以成為黑幫勒索的新手法 消息指 除了富豪 本港有高高官也曾受到牽連 被人設下陷阱 看上來似是獲得該人幫助而欠下人情 但其實都是勒索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 東網手機APP大革新 即時推出多項新增功能 為掌握最快最準確即時資訊 讀者即時可以自訂手機訊息推播功能 選擇自己喜愛新聞類別 做訊息推送 還可以簡說不同靜音模式 非常協心 功能創新簡單易用 立即下載東網手機APP